I'm not ashamed to all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什么是四剥裂?它为什么在四世纪第十二章当中很重要? 尼尔今天中文版的《走过圣经》将学习四世纪的第十二章一到十五节并回答这个问题,下面我们先阅读一到七节,以防灵人聚集到了北方,对耶夫他说,你去与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遭我们捅去呢?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 耶夫他对他们说,我和我的民与亚门人大大争战,我召你们来,你们竟没有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 我见你们不来救我,我就拼命前去攻击亚门人。 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你们今日为什么上我这里来攻打我呢? 于是耶夫他招聚激烈人与亚门人征战。 激烈人击杀亚门人,是因他们说,你们激烈人在亚门迈马拉西中间,不过是亚门迈逃亡的人。 激烈人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拢亚门人过去。 亚门逃走的人若说拢我过去,激烈人就问他说,你是亚门人不是? 他若说不是,就对他说,你说是玻璃。 以法连人因为要不争至阴,便说吸玻璃。 激烈人就将他揽住,杀在约旦河的渡口。 那时以法连人被杀的有四万两千人。 耶夫他做以色列的事实六年,激烈人耶夫他死了,站在激烈的一座城里。 那么在上一次课当中,我们学习了耶夫他,因为他的誓言,就当他的女儿被终身奉献,侍奉耶和华。 但是他并不像许多人所认为的耶夫他,在祭坛上将他的女儿献祭给了上帝。 现在我们看到第十二章,与法连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向耶夫他抱怨说, 当他去与亚门人作战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召集他们一起去战斗? 那么现在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 首先我们要记住,当时的以色列的政治,会幕是在哪里呢? 那是在一个以法连的城市市罗,并且带领以色列进入应许之地的约书亚,也是来自以法连的支派。 因此以法连支派一直就认为自己是以色列的一个统治支派。 即使上帝是说,国王将来自大卫的后裔和优大的支派。 如果你回想一下第八章,即使是在积淀的时代,那么已经是八十多年前了,当时的以法连人对积淀有同样的抱怨, 只是因为积淀头脑冷静才避免了进一步的冲突。 然而耶和他不是积淀,但以法连会议些要用火烧毁耶和他的房子,包括杀死他,并侮辱积淀人说,他们实际上是从以法连和麻辣西中逃出来的以法连人。 那耶和他就决定回应他们,为什么耶和他要这样子做,而不是像积淀那样做呢? 好,我们再考虑一下情况的差异。 在积淀攻打米典人的时候,积淀没有召集以法连人参战。 那是因为耶和他指示他去召集哪一些人,那么以法连人是不包括在类的。 后来当积淀需要以法连人的帮助来阻止米典人逃跑时,他也确实去召集了以法连人,他们也提供了帮助。 他能够展示说,通过他们的帮助带来多么伟大的胜利来使他们平静下来。 那么在耶和他的例子当中,耶和他确实去召集了以法连人来参战, 但他们就拒绝了前来。 因此耶和他实在说,他们没有被征召上战场并不是他的错误,而是他们选择不来。 放一句话说,以法连人错了,他们不应该无用无故地威胁耶和他的手下。 那么因此当面对傲慢无礼的时候,耶和他和他的部下通过在战斗中杀死了许多以法连人来惩罚他们。 那么有一些以法连人就逃脱了战斗,想要回约旦河的西岸。 那么基列人就在约旦河的渡口设卡检查。 因为并不是说每一个要过这河的人都是以法连人。 那么基列人怎么能区分其他人和以法连人逃亡者呢? 他们就让每一个人要过河的说, 四伯列,因为以法连人无法正确地发这个音, 他们会发成说,西伯列。 通过这一个来区分以法连人, 之后不让他们来处死掉。 那么总共有四万两千名的以法连人被杀了。 之后耶和他做以色列的事实六年, 那么这大约就到了公元前一千零九十四年。 下面我们继续阅读第十二章的八到十五节。 耶和他以后有不利和能以比战做以色列的事实, 他有三十个儿子,三十个女儿。 女儿都嫁出去了, 他给种子从外乡娶了三十个媳妇。 他做以色列的事实七年, 以比战死的站在伯利亨。 以比战之后有西伯伦人, 以伦做了以色列的事实十年。 西伯伦人以伦死的站在西伯伦的地亚亚伦。 以伦之后, 有比达顿人西列的儿子亚顿做以色列的事实, 他有四十个儿子,三十个孙子, 骑着七十匹旅居。 亚顿做以色列的事实八年, 比达顿人西列的儿子亚顿死的, 站在与伯伦地的比达顿, 在亚玛利人的山地。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 仅属于耶伯伦之后的事实。 那么根据事实纪的内容记载, 耶伯伦与亚门人战斗发生在公元前1100年左右。 因为耶伯伦告诉亚门人, 自从以色列人定居迦南和激烈以来, 已经过去的大约300年, 此后耶伦伦做以色列的事实六年。 所以我们说耶伯伦, 它始于公元前1094年左右。 那么现在距裂王时代开始还不到50年了, 这意味着萨姆尔记上的一些事件, 将与我们在这一段试诗时期所读的内容是同时发生的。 那么紧跟在耶伯伦之后的事实是, 一笔杖, 它是来自伯利恒。 通常伯利恒这一个城市的名称, 总会使我们不自觉地认为说它是在优大, 因为我们将这一座城市与耶稣的诞生是联系在一起的。 但是呢, 我们记住, 根据耶伯伦记的第19章15节, 西部伦这派中也有一个伯利恒。 那么是哪一个呢? 我是更倾向于相信, 这一个的是西部伦的伯利恒。 为什么呢? 有几个原因。 当我们谈论优大的伯利恒时, 当读者有必要知道我们谈论的是哪一个伯利恒, 我们通常都会这样子去称呼说优大的伯利恒。 第二个是, 本节中的其他两位适师也将在以色列的北部进行审判, 所以说以比战很可能也是在北部的城市进行的。 第三, 我们将在第13章和第16章中看到, 这个时候在以色列的南部和菲利斯人之间发生了战斗, 所以说, 如果以比战在南部, 那么我们会预料到这一点应该会被提起。 那么至于关于以比战的其他信息, 我们唯一知道的是他有30个儿子和30个女儿, 他做以色列的47年, 那么所以时间就大约到了公元前1000087年。 以比战之后是西部伦人以伦, 他做以色列的事是10年, 也没有其他更多的信息。 那么时间就到了公元前1000077年左右。 最后我们就看到了比战顿和亚顿做以色列的事是, 关于亚顿也没有其他的太多信息。 那么时间就到了公元前1070年左右。 这将是我们在本书中时间线的一个结束, 因为昌孙的故事将会发生在这一段的时间之内, 并且很可能在亚顿成为以法列事实之前就结束了。 因此即使参孙是诗诗记当中记载的最后一位诗诗, 亚顿也可能是诗诗记中按时间顺序进行审判以色列的最后一位诗诗的。 而三不二则是猎王时代之前以色列的最后一位诗诗的。 那么这样的话, 诗诗记的时间线将我们带到了从扫罗王开始的猎王时代之前大约是18年左右。 那今天我们休息就先到这里了, 我们将在明天回来继续接下来的休息, 希望大家到此加入我们, 再见。 I am not ashamed to hold my Lord nor to defend His cause, Maintain the honors of His word, The glory of His cross. Aаж кие练乱